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多发生的事情当然多多少少都会影响我们 可是当这些事情过了之后 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的现实 面对我们各自的生活 面对我们各自的工作 我们的挑战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可能独自一人要去承担 可能就是没有多少 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朋友 可以了解我们 我们面对些什么 可是今天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圣经告诉我们 神关心你 刚才我们领受了这个圣餐一样的 神关心我们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 当我们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 这个罪的公价就带来我们人类的死亡 这个死亡不单单是我们的身体 而是我们的灵魂 神关心我们 关心到一个地步 祂愿意走向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为我们担当一切的罪 那这是福音 就是神要把最好的给你 让你能够在这个世上度过的时候 依靠祂能够过一个得胜丰盛的生命 那这是我们在神里面可以找到的 可是往往在这个世界 或者在我们的周遭 我们感受到的不是好像神对我们的一样 可是有时我们就会学了这个世界的pattern 这个世界的系统 让我们不能够制 很多人可能我们没有讲 就是说 Who cares 谁会理 或者可能发生一些周遭的事情 我们会说 我不管 I don't care It's none of my business 那这个不关我的事 我不用理 我不用管的这些事情 那弄到我们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的关系 会是越来越冷漠 越来越疏远 越来越可能就是很僵 因为我们谁都不理谁 谁都不管谁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很自私的人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可能偏行己路的人 我们就倒回来我们本来的样子 所以这个是可能在这个世代 在影响我们很多 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影响我们如何对自己 也如何对别人 那这当然这有几个图画 可以让我们看到今天 我们可以什么都不要理 我们只是管我们手机里面的 所有的资讯 所有最update的 所有最好看的 所有最先进的 包括现场的 能够带给我们的刺激 能够带给我们 这个最新的消息的时候 可能这个往往会给我们 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即兴的一个满足 那英文叫什么 Instant Gratification 我们看了 哇 或者有人like我们 有人give a good 哇 我们会觉得很开心 谁like我啊 谁like我啊 可能会给你一些的安慰 可能会给你一些的鼓励 可能会给你那一种的满足 可是这些会过去 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的现实 我们不要冷漠到 以我何干 当我们身边的人 在寻求帮助 或者他需要我们去陪伴的时候 我们不在那里 我们还顾着 忙着 做着我们想做的事情 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表达 很多事情可能会使我们的眼睛瞎了 使我们的耳朵发痒了 我们觉得我们足够了 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缺乏了 那这是我们这世代的光景 当我们没有静下来 或者去好好观察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miss 会失去 我们能够去 我们能够去 去帮助 去关心 去陪伴 这一些活在我们四周围的 可能孤单 示弱 绝望 活在黑暗里面的这些人 那蛇孤照我们成为他的光 那我们必须要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 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圣经里面也有说 只因不法的事 增多许多的 许多人的爱心 才渐渐冷淡了 这个是马太福音24章 耶稣说的 我们很常 有听到 因为门徒问耶稣 你来的日子 末后的预兆是什么 可能我们想起的 就是 末后会很多的这些假先知 假教师 哦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到处都有饥荒 瘟疫 哇 各方面的这些 末世的征兆 是不是 那原来这一个 耶稣讲完这一切过后 在 24章12节里面 原来 这一个 也是 末后的 其中一个的征兆 就是 许多人的爱心 渐渐冷淡了 那这是神所关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祂是关心我们的神 祂也不要我们成为一个冷漠的人 因为我们若是 称为祂的儿女的话 那我们也 会像祂 我们也会 关心祂所关心的事情 那如果今天我们 我们 好多的事物 缠绕我们的时候 以致我们的眼睛 眼瞎了 耳朵 发痒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 会变成 这个末日的光景 不要以为这个是 很普遍的啦 外邦人也是这样 有时我们会 听到说 基督徒也是这样 这样的人 会 会进入灭亡 因为这是末后的光景 他跟假教师 假先知一样的 都会 涌向灭亡的道路 因为这是末后的光景 然后接下来在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这个 我先讲这个 耶稣讲完末后的光景 他就说到这个 山羊跟绵羊的比喻 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讲到有山羊绵羊 那这到底要说什么耶稣 他就说了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我吃可乐 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里 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给我穿 我病了 你们看顾我 我在街里 你们来看我 他把绵羊跟山羊分别 出来的时候 那这个绵羊的 这些人 就问耶稣了 我几时啊 我几时啊 我几时有 看到有人饿了 我给他吃啊 可乐给他喝啊 病了我去看他啦 我去陪伴他 照顾他呢 哦 哦 原来 神要告诉我们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我们会关心好多好多的事情 刚才我说了 可是神要关心的 原来 原来是 这样简单 只要我们坐在 我们身边的人 其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耶稣说 你们就坐在我的身上 那我想这里每一个人都 都可以 不会难的 甚至你给到一杯水 给口渴的人 哇 我想你就实践了 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命令 或者这样的一个 神告诉我们去做的事情 当然 在山羊这一方面 他们是没有做到 那没有做到耶稣最后说 你们就要 引进这个 永远的刑法 那他的结局是很 很可 可怕的 所以我们要听 教会要听 耶稣 要告诉我们的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回应 上帝的真理跟上帝的话 没有的话我们会miss 我们以为我们要做教会 我们以为教会要这样 教会要这样 可是耶稣所关心的就是你啊 是我啊 是我们身边可能 最 最不起眼的 可能你也觉得 做么我要帮他 做么我要关心他 做么我要陪他 可是耶稣关心啊 他关心这件事情 那可能这会 使我们再一次的 有这样的一个对 神的心意或者父的心意 有一个更新 有一个的了解 那我们不是神存 使我们存活 不是叫我们白战地图 他要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 成为他的手 成为他的脚 成为他的眼睛 成为他的口 能够 能够 建立 这弟兄中 最小的一个 就是坐在 耶稣的身上 那我很喜欢 MOTHER TERESA 如果大家认识他的 这是我在青少年的时候 常常 听 不是听啊 就是看他所写的 或者他所说过的话 其中一个他说什么 我们有时认为贫穷只是饥饿 赤身露体和无家可归 这也很惨 如果你是饥饿 赤身露体 无家可归 我想今天 在坐的每一位 没有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不被需要 不被爱 不被照顾的贫穷 才是最大的贫穷 那这说到我们人 最基本的需要 还不是在外在的 我们穿什么 我们穿什么 我们住什么 我们用什么 人 心 其实最基本的需要 就是 被爱 被关心 被接纳 被了解 那这一切都能够使我们得着释放 能够使我们得平安 能够使我们在 是活着的时候 我们可以面对 我们人生种种的挑战 那如果今天 你是那一个不被需要 不被爱 或者不被照顾的人 或许 你身旁的人 令你很失望 或者你的家人令你很腿伤 甚至可能教会 也对你 可能没有注意到你 我 请你不要灰心 因为神 关 心 你 因为神 关 心 你 那神 怎么关心你呢 两个 以他爱你 因为神是 爱 这是他的本质 他不能够 不能不 不能不爱 我记得那个 打破香膏的这个玛利 他哭 打破香膏 还抹耶稣 从头到脚 还用他的眼泪 擦耶稣的脚 耶稣说 玛利亚的爱多 因为他爱多 他不得不 把最好的奉献出来 所以如果今天你心中有爱 你得着了上帝的爱 你渴望上帝的爱在你的生命中 你已经被上帝充满了他的爱 你是不得不的 你是很自然不过的 你是可能说 我不能够控制 我一定要去 我一定要去关心 我一定要去做成这件事情 除非我们没有被神感动过 对不起 除非我们真的没有被神触摸过我们的生命 或者我们没有被神的爱来改变过我们的生命 我们还是那一个我们 那个自我 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所说的 在末后的日子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这个危险是什么 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贪爱钱财 第一件就很够力了 专顾自己 每一个人只是自己顾自己 这个是末世的光景 刚才我们看到了耶稣的预言 人的心会渐渐的冷淡 因为看到 好像没有看到希望 等下那边又要打仗了 最近又听哈马斯的头 又给人家杀死了 接下来不懂会是什么局势 使到人心很担忧 主啊这个世界生病了 其实早就生病了 亚当下瓦犯罪过后 就早就生病了 人开始 你看那个该隐 就杀死他的兄弟了 就开始了 不是讲现在是 比较严重 可是我们知道神爱 能够使我们的心 在他的爱里面 得到 平安 我们可以在神的爱中 我们可以 让他来医治 医治我们的 心 包括我们的灵 包括我们的身体 这个是 一个package 他没有说一件一件的 是一起的 因为神造我们是完全的 因为神爱 我们 这个作者 Tony Campolo 说过 God carries your picture in his wallet 我很喜欢这个 上帝将你的照片 放在他的钱包里 今天你有带钱包吗 看你的钱包有吗 有吗 有带钱包吗 Wallet是男孩子 Purs 你有Purs 有照片吗 现在人比较习惯放在手机 那个profile 是谁来的 你的手机 是你的女朋友 后面的年轻人 还是你的男朋友 还是你的谁 我有啊 看不清楚啊 不要紧我拍了照 上帝爱你 他将你的照片放在他的 皮包啊 钱包 意思是什么呢 只有你最爱的人 是不是 当然 我的家庭是我所爱的 我太太 我两个女儿 有时打开钱包 哇 又看 神提醒我 我 当然我要爱我的家人 我不要忘记忽略他们的需要 感谢神 今天 所有在座的每一个人 神也把你们的样子 你们的照片 放在他的Wallet 这个是很人性化的描述 就是他常常把你放在他的心上 我们都是神 心里的爱人 那我们要相信 那我们就能够在他的爱中得以完全 被释放得以止 我得着上帝的爱 或者我们领受经历了上帝的爱 我们可以怎么爱 我很喜欢这个圣法兰西斯的祷告 这是华语 我常常在 我们也在我的Home School 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导文 他们每次要在周会要祷告的 我要他们记得 我的学生来这里 读书不是寻求知识 他们要找到 他们生命中的 那个 爱 他们的盼望 他们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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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可以使他们完全的 不是知识 不是数学 不是科学 不是什么 语文 而是神的爱 这是 是 我要告诉他们的 这个 这个的导文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 做人 每一天 做人的一个使命 在有仇恨的地方 让我播种 仁爱 因为我要成为你和平的使者 Lord make me an instrument of your peace 我们都是 使人和睦的人 耶稣说是有福的 在伤害的地方 播种宽恕 怀疑的地方 播种信心 绝望的地方 播种希望 黑暗的地方 播种光明 悲哀的地方 播种喜乐 在你的人生 许多这些 我们面对的 可能 触景 仇恨 伤害 怀疑 绝望 黑暗 悲哀 不要忘记 还有上帝关心你 可能上帝会借着人 身边的人 会借着一句话 使你的使方 就是神关心你 祂爱你 祂就爱你 到底了 所以不要忘记 今天 祂怎么关心你 祂用祂的爱 刚才我们领的圣餐 祂用祂舍己的爱 证明给你看 有时候我常常说的 神死给我们看 祂死给我看 甘愿吗 还不够吗 如果神 爱到祂要代替你 祂愿意为你而死 你觉得还不够吗 你还要活出 还要活自己的人生 你还要辨离祂的道路 你还要走一个自私的 一个人生的价值观 这是我们要求神来光照我们的 没有的话我们的生命也不会改变 我们来做做礼拜 拍拍屁股回家 每一个礼拜 做礼拜拍拍屁股回家 多少年了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 你洗了吗 你还有这个在乎 刚才我们唱那首歌热心 我记得有一个热心 主啊 燃烧 冷漠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的爱心就渐渐冷 它会冷 你的爱火会被熄灭的 如果你还不被 不要让上帝来燃烧 点燃啊 你的内心 那个灯灭了 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还有光呢 怎么还有见真 没有啊 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醒来吧 今天早上的晨岛 唤醒沉睡的心灵 醒来吧 教会 醒来吧 弟兄姐妹 如果你还不知道 耶稣怎么为你牺牲 那我觉得 很可悲啊 如果你还不知道 耶稣要怎么付上 这样大的代价 就是要爱你 关心你 拯救你 脱离罪恶 死亡黑暗的权势 带领你 进入他那光明圣洁 永恒的国度里面 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的真理 我为你可悲 我愿你快快悔 我愿你快快再次的求神 恢复你的生命 恢复 恢复 他的 形象 以至我们能够 过一个丰盛的人生 第二 神怎么样关心你 第一 神爱你 第二 神在你生命中有美好的计划 这是我 常常相信 如果耶稣可以为你而死 他更关心 他更关心你的 你的人生的计划是什么 他要我们跟他 不是我们走自己的 这是耶利米书29章11节 常常我们会用的 Plan to give you Plan to prosper you Not to harm you Plan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这不是我们人现在找的吗 我要prosper 我要hope 我们工作 我们努力 我们拼 都是为了这个吗 是不是 你不要富足吗 这是华语版 你不要平安吗 你不要富足吗 你不要盼望吗 你不要有指望吗 你的前途啊 A future 很吊愧哦 神明明告诉我要给我们 可是我们就是喜欢在世界里面找 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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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的prosperity 找我的future 找我的hope so that all this can give me security 我再找啊 找我的富足 我的财富 我的盼望啊 我的一切 能够使我 有这个安全感的 耶稣一去就来了 离了我 你们什么都不能够做 还是要乖乖跟你旁边说乖乖啦 乖乖啦 不要再找啦 不要再找啦 上帝都应许给我们啦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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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知道啊 我在home school我是很凶啊 我是会用鞭啊 不听啊 当然我 我会先用爱啦 巴瑟琳可以鞭你吗 现在可以了 因为他知道他错了 我就鞭了 我的鞭是怎么样的鞭 我告诉他们 I love you with all my heart 我说我 用我的全心来爱你 我跟我的学生是这样讲 and I love you with all my strength 哇 一百巴仙啊 我鞭就是一百巴仙 我要他们痛 他们就知道我很认真 可是教会又不可以鞭喔 Dotter Quan 一鞭了啊 我下个礼拜不要来咯 啊 掉架了咯 哇 讲着这样严厉的道 哇 整天骂我的 整天针对我的 啊 完蛋了 所以开home school是好的 感谢我看到 哈哈哈哈 在神里面 回来了回来 找到平安 找到 神给你的 末后的指望 不用在外面找你好好 好好寻求上帝 好好 将上帝的话藏在你的心里 怎么 你就告诉神 我是这样祷告的 因为我觉得我认真 如果神是又真又活的 我可以经历祂的 祂讲的话祂要算数 我常常这样跟神 神你讲的喔 是你讲的不是我 你也是 真理吗 你是不可以骗的吗 你让我经历咯 这一个的应许 你让我经历 有时我们对神很客气 可有可无 可是对这个世界我们全部都要 最简单的吃东西就好了 哇 如果是补费 哇 全部都要 可是 神的话是什么 我们生命的 粮啊 食物啊 清菜啦 有时有看 有时一个礼拜 不看 礼拜天今天听林牧师讲道就好了 哎呀 够了啦 够了啦 我一天吃一餐可以顶一个礼拜 哈 你觉得够吗 你觉得谁最开心 魔鬼吗 耶 魔鬼会为你们鼓掌 他在你生命中 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这是我相信 我看我曾经也跟大家讲过 我有一个梦想 我在中学 我只有一个梦想 一个我很专心 我要踢足球 巴斯里斯基尔知道了 我要踢足球 我长大过后 我要做足球明星 这是我唯一的 This is my plan My goal in my life 那时我的偶像是马拉多纳 80年代的就知道了 现在是Messie 神说我知道 我向你所怀的意念 因为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神有办法 我喜欢踢球 跟我的队友踢球 多少个人踢球 这里谁喜欢看球 我也很喜欢看球 多少个人踢球 没有踢球 11个人 11个人踢球 我要跟11个人一起 配合 配达 合作 我们要攻我们的对手 我们要射进龙门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要赢取这个胜利 可能今天 诶 怎么我离牧师 今天你站在这里 没有去外面踢球的 没有去Paris看 看Olympic的 那当中有一段的过程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当牧师 没有 甚至信了耶稣我也没有想过我要当牧师 这个想起来也很好笑 很幽默 我上帝 现在我看到的我不是要带死一个人 所有在我身边的人 如果可以我要带他们 成为一个得胜者 在主里面的得胜者 好像踢球一样 哇 进龙门那种兴奋 那种的喜乐 那种的欢庆 我们都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这也是启示录讲的吗 那个七间教会 最后的耶稣都要得胜的 得胜的 得胜的 神要我们成为得胜 神不是要我们成为不冷不热 低大阿爸 Who cares啊 不是啊 我们要听清楚啊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求神帮助怜悯我们 开启我们的眼睛 我们发尘的耳朵 听见的 人心愁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这是我经历的 我筹划我自己的道路 可是神却指引我的脚步 永远不要害怕将未知的未来 托付给已知的上帝 或者全知的上帝 Never be afraid to trust an unknown future to a known God 哇 可以吗 可以吗 弟兄姐妹 还可以啊 你会惧怕未来 你会担心吗 那个未知数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Cory Ten Boom 如果你们认识他 他是经历二战 他的应该是妹妹 给那个纳粹的兵杀死 他可以讲这个话 这不简单 他最后也原谅 他知道谁杀死他的妹妹 他最后也原谅 他说主啊我很难 这个杀我妹妹的这个人 竟然走进教会里面 神感动他 你要原谅他 哇 我不要踩他已经很够面子 我还要上前去说我原谅你 这个不简单 只有上帝能够做 最后 这个经文我很喜欢 你要专心 一起来一二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专心 依靠信靠他 认定他 不要靠自己的聪明 我们就可以看到路了 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路 最后 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写给神 因为他故念你 God cares for you 神关心你 我们一起祷告 感谢主 谢谢你 主你没有撇下我们任何一个人 主你没有看我们的背景 你没有看我们 以前做 什么 什么 错的 或者做什么 很 很厉害 主啊 这都不在你的 在挑选我们的条件里面 主你 关心我们 你就是来到我们中间 爱我们 爱我们 接纳我们 陪我们 甚至这些罪人 甚至这些罪人 你陪我们 你呼召我们 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感谢你 主啊 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因为我们常常知道 我们也领受了你的话语 你关心我们 主啊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我们可以求 没有别的我们可以仰望 主啊 除了你 能够满足 能够释放 我们 脱离 这些罪的 一切的捆绑 并且让我们 走在你平安的道路 使我们的生命有指望 我们感谢你 祝福每一位 在这里的弟兄姐妹 祝福Dr. Quan 所有的 领袖同工 每一个 男女老少 都在这里 当我们听见你的话 我们愿意 敞开我们的心 主领受你的爱 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 主我们让圣灵你亲自来动山工 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祷告 Amen Amen 好吧 时间交给 来我们给上帝 掌声 为我们预备将他的信息 透过 Pastor Mewin 来我们站起来 唱一首诗歌 邀请 信拜赞美团来为我们带领这个四诗歌 庆佑姐妹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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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